马英九今天说小英总统的演说是违宪的 他说也不符合台湾人民的利益 而且会造成两岸的冲突 他担心会因此失去我们与美国的互信 另外朱立伦的批评小英扭曲中华民国历史 变成只有72年 这就是改变现状 搞台独 而且两国论的主张也违宪 他说只有国民党在捍卫中华民国遵守宪法 我先请教一下创夏兄 有吗 有违宪 没有违宪 首先是我们宪法征修条文里面 已经对于领土这件事情 过去的那个宪法里面 在征修条文里面 第一项 第一条第二项还有第二款 已经把它暂时冻结 所以现在不用再去谈什么 生母暗杀 什么我们小时候读过那些东西 早就已经是现在的领土 不及于中国大陆那边 所以这早就定了 第二个其实 蔡英文这一次的演讲 为什么国际这么重视 因为她是一个 可能是在国际上 第一次这么清清楚楚地 把中华民国台湾的现状 向国际讲得非常的清晰 对外以正视听 里面最关键的问题就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 从来就互不隶属 这问题就是从1949年开始的 第二个这件事情里面 其实你也发现说 小英总统他这一次非常清晰的 在国内是取得最大公约数 这最大公约数里面包含是 对于中华民国72年 也解决掉蒋介石的一个 历史上的尴尬 为什么蒋介石的历史上尴尬呢 因为在1950年 就是1949后的那一年 蒋介石当时是下野的总统 自己在阳明山庄里面 对着国民党讲说 中华民国完了 我们都是亡国之民 但是小英总统还是把他 再来台湾这边 因为他是确实在台湾这里 中华民国这里 继续行使主权 我们有政权 有主权 有军事 而这72年的整个历史 都把他讲下来 其实当时的时候 你看李敖大使讲得更精彩 蒋介石是顿着他的拐杖 讲了三次 中华民国忘过了 中华民国忘过了 我跟你讲中华民国忘过了 我们都是 而且还拿着拐杖 动 动 其实这样一个历史场景 确实以前很尴尬 但是这时候非常清楚 告诉你的现状就是说 从1949开始 我们就是中华民国2.0 然后小英总统还更清楚的是 诠释了互不隶属 你的关键是什么 因为我们是民主宪政的国家 所以他第一个坚持 就是民主宪政 第四个坚持 台湾的主权 台湾的未来 由民主宪政 全体人民来决定 所以是非常清晰 讲得很清楚 然后以正式提 所以国际上 也就是很清楚的知道说 没有过去 中共宣称的一个中国原则 一个中国原则 在1949已经不存在 而另外一个 马英雄他们没有搞清楚的是 他这件事情 台湾里面取得最大公约数 国际上 不能用李登辉那个时代 李登辉那个时代 跟德国资深 讲的特殊的国与国关系 简称两国论 那时候美国有意见是认为 你这个时候会挑起麻烦 然后再过来 陈水扁的时候 一边一国 小布希总统 他把陈水扁骂了一顿 也是认为你会挑起麻烦 可是现在 现在两岸之间 有没有麻烦 有 是谁在挑起的 麻烦制造者是谁 国际上都非常清楚 是习近平 我的疑问是说 国界是这么的挺台湾 这么的关注台湾 那这个共产党是不够出招 但是中国国民党也不参与 为什么中国国民党跟中国共产党 沆瀬一气 来请教一下委员 我觉得中国国民党 我想要问他一件事情 所以他觉得这一次的国庆演说 有这么多的媒体报导 而且是重要媒体 他报导台湾就是说 台湾不接 我们没有被中国共产党统治过 台湾跟中国之间是两个不同的国家 甚至这些媒体都提到了 中国对台湾的武力威胁 以及台湾这边 我们要想办法防卫我们自己 坚持我们民主的立场 这些资讯不应该被全世界看到吗 难道中国国民党的立场 因为中国国民党很喜欢讲说 我们就不要激怒中国吗 就没事了 没有 如果你不做这些动作 台湾就会默默的 无声无息的被中国并吞 结果世界上 连知道这件事的人都没有 世界上连发现台湾正被病吞 他们一点感觉都没有 我们为什么必须做这些事情 然后这样讲 台湾这样被看见难道有错吗 台湾被这些媒体 CNN包含法国世界报 包含欧洲新闻台 他们说台湾人强烈反对 与中国统一 这句话是错的吗 难道这个资讯出去有问题吗 刚刚前面其实提到了 赵赵康讲说 我们就互不承认就好了 你知道这句话很渣男 这句话超渣男的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脚踏两条船 脚踏两条船 说你们彼此相安无事就好了 都别说 没事情 我该给你的钱会给 该给你的照顾会照顾 都不要讲就好了 你讲清楚之后 两边会打架 不要讲 暂时可以相安无事 相安无事就好了 这完全渣男行径 为什么这个东西 讲清楚非常重要 你今天是一个国家 你要不要跟其他国家 发展主权之间的形式 这里面还包含什么 你要不要跟人家发展经济 我们要跟这些其他 全世界其他国家 发展经济的时候 你真的要让人家 不认识你吗 你真的 你不 包含我刚刚讲的 这些包含权力 你如何去维护 你在这个地方的权力 你都必须被发现 所以蔡总统 这一次他的演说 我觉得国民党 不知道他在契机败坏什么 因为刚刚提到了 如果以所谓 我们非常台独的立场来讲 他还是认定 他这次定了一个 很重要的定锚 定锚说 中华民国台湾 在这个地方 就是说中华民国 这个国家的名字 跟这个土地 因为国民党很爱讲 台湾只是一个地名 不是国家 家园 他们说那个 中华民国是国家 台湾是家园 他说中华民国是国家 台湾是一个地名 没有关系 至少这次定锚了一件事情 中华民国在这个土地上面 已经跟他绑在一起72年了 你才能够去定出 未来还有73年 你知道台湾是没有什么 中华民国是国家 像我怎么说的 我水上人 家里水上 台湾就是他心目中的水上而已 你听不懂 没关系 但是最早至少这件事情 定锚下去 它是存在的 那过去的你说好 过去的那个民国什么二十年 民国二十年的时候 我们在这个土地上 我的祖先 那个时候他叫他叫日本人 所以讲清楚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定锚 是台湾对国际承认 一件事情 我们内部没有什么矛盾 我们内部很清楚 中华民国台湾在这个地方 我们有主权 而这个主权跟之前蒋介石口口声声 所宣称的那个地方 我们承认那个地方的主权 我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中国 那一块领土的主权 两边主权定清楚 我们跟世界交朋友才会比较正常 我跟大家报告 其实我刚刚讲的 这个是欧洲新闻台 Euronews 另外还有一个是德国之声 也都报道了 那我要给大家看的就是说 这是CNN用台湾 法国世界报用台湾 欧洲新闻台用台湾 法国二十四台用台湾 德国之声用台湾 意大利共和报用台湾 是对一个客人跟你说你是欧洲 好那所以我感觉 我们的国家就是让台湾 全世界是都用台湾来称呼